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李委員洪軍質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院長 請李院長 李委員好 院長好 這個針對這次的施政總質詢 我想開頭我想請教院長的就是 這一連串我看最近一些民調 對您也好 對現在的蔡總統的執政者也好 做了非常多的民調 是的 那你在不在乎這些民調的數據 我們會很仔細的去了解民間的意見 在民調完成之後 我們也會注意到這些各界的分析的意見 我是覺得喔 應該是 當然民調是作為一個警惕喔 可是重點還是在於就是說 如何好好的去有一番的作為 去把它做出來 其實 其實在這十多年來 我碰過非常多的歷屆的很多的行政院長 其實我都一而再而三的是很 中肯的就是呼籲他們 難得在這個位置上 應該要好好的有一番作為 這個作為不是為了執政黨在互政權 而是為我們國家的後代 知識孫孫 留下一個好的一個未來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未來 我想這個才是 我們很期待很需要的 那所以在一個執政的團隊裡面喔 其實就我個人來講 最重要的還是以專業為王道 專業為導向 一切都是要用專業 有科學的數據 然後有宏觀的政策 這樣子的話 這個我們的未來的我們的方向 整個你在帶領的國家也好 團隊也好 才會有好的一個走向出來 那包括政策也是一樣 短中長期 短線 不像是在炒股票 不像是在炒民粹 而是在 應該是 要有更有宏觀的角度 所以我今天舉幾個例子喔 然後後面會講幾個大方向 然後讓您來嘗嘗看看 絕對沒有指 任何部會也不是針對個人 只是 有些地方讓我覺得很可惜 我打個比方喔 你比方說 我們國道就好喔 國道當初 我們那時候提出了 橫向跟縱向 縱向本來要收費 橫向是不需要收費 可是 當開始的時候 我們覺得橫向 那時候 行政團隊提出 橫向應該要考慮要收費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就是使用者付費 本來就是應該要好的一個政策 因為我們的國道基金 現在是負債一千九百多億 在負債一千九百多億的一個情況下的時候 你如何來平衡我們的國道基金 現在是預計是到二零 二零多少 大概二零 兩千 兩千零多 兩千零 兩千零 三零 兩千零 兩千零三十年嘛 那時候就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那 可是在一個使用者付費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精神下的時候 我們現在負債 國道基金負債一千九百多億 將近兩千億 那橫向 其實為什麼不納入收費 結果是因為地方的反彈 地方的縣市首長的反彈 然後因為這樣子結果 我們又把整個政策又轉彎了 那我是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應該是順勢 這個部長我也跟您提過 我也跟院長再一次的呼應的就是說 你應該順勢 橫向如果收費 依照我們的一個預估的話 大概一年可以將近二十億 那我們現在一年如果是償還負債的話 是兩百二十億每年貪還 然後到兩千零三十年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為什麼不全民來收費 那你乾脆把這個橫向要收的 照收的二十億來整個把它 把我們的整個的繳費的 可以降到十到二十趴 那不是全民收費嗎 為什麼橫向單獨不收費的 它的理由完全不充分嗎 我這個我敢講我是講到了部長的心態 可是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就是我們看到的現在所謂的地方的壓力 民意的壓力 所以那時候交通部的次長 那個王次長講 只要是民意 許可的話我們才會做 那如果民意 輔向民意我們才會做 這個不叫民意 那如果輔向民意才會做 那乾脆全民免稅嘛 大家給你鼓掌嘛 所以問題是出在於 我們的真正的專業上 我們如何去做一個導向而已 如果今天橫向的部分 那時候把它說我們收費 可是我們照著二十億 一年兩百二十億我們可以降到百分之十 我們是全民收費 等於我們現在百分之百的收費 把它降到變成收費值 可以收到百分之九十 那不是全民收費嗎 這個才是公平正義的原則 這個我想部長 我講您的難處 可是我必須要在這個地方講 這個也是你本來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民意的壓力 地方的壓力 結果整個就倒下 就好像中秋節要到了 我還記得您提了 端午節那時候 本來夜間要收費 您那時候講的話 是因為要看晚上駕駛 它是不是它的危險性各方面 這一講出來以後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這是專業的說法 可是到了中秋節 我沒有看到你專業的數據 結果中秋節變成改成不收費 那是不是中秋節的月亮比較遠 然後晚上道路再走的時候比較好看 這個不是道理嘛 吃粽子的時候不用錢 吃月餅的時候要錢 沒道理嘛 完全在這個地方看不到一個真正 來說服我們全民百姓的一個專業的角度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可惜 要當初我們在端午節說 我們要有一個科學遺跡 這個數據出來了以後 我們才來決定以後的連續假日收不收費 可是這一次的中秋節訂出我們不收費 可是我看不到科學數據 是否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感謝您對這兩件事情 給我們在專業上的期許 首先橫向國道這個部分 從高速公路的養護來講是完全正確 不過現在因為我們的橫向道路 所經過的很多地區 它其實在其他的交通條件上面 並不是那麼齊備 常常很多人都必須 沒有公共交通可以選擇下 必須靠自己的交通工具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會增加他們的一些負擔 所以這個角度下 我們願意在公共運輸更進一步改善 所以再來把橫向國道也來做一併的檢討 關於連續假期 夜間收費不收費這件事情 我想確實是我們在上一次的評估裡面 沒有讓民眾真正來理解 我們所訴求的不是個人覺得要不要收錢 而是政府該不該在不安全的時段裡面 去用不收費來鼓勵 這個部分的溝通還做得不夠 而經過我們三次的民意調查 即使是已經非常清楚地說 分流效果不強 可是安全仍然有疑慮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的民眾認為說是 政府在塞車的情況下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夜間取消掉這個收費的事情 連一點點分流的這個可能性 都把它取消掉 這一點我想我們還來加強溝通 不過您剛剛對於專業上期許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所以我們這次還會繼續做這個評估 把所有的資料更完整的來對照 來讓國民更多了解 因為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像我剛剛那樣的質問 我敢講出這樣子的應該沒幾個 因為他也有他的壓力 可是我還是期許的就是要用專業的角度 對不對 你使用者分會公平性的正義原則 這個就是基本的 直線要收費 橫向不收費 天下面有這種道理 那你大家一起收費 把這個該有的均攤出來 全民受費 那這個才是我們先的 你講的這個我也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趕快去做 然後包括夜間的部分 我們把這個規律定下來 把這個專業數據提出來 以後我們就找這個方向 就不要每次遇到了連續假期 同樣的問題 然後一陣的媒體在那邊吵鬧 這意義就不大 這意義就不大 是不是 謝謝 那另外也是一樣 部長請回 這個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台灣 對立性非常嚴重 就像希臘最近 前一陣子平臨破產的危機 其實他就看到了整個國內的對立狀態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台灣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階級的對立 職業的對立 跟世代的對立 從這裡我們看到 其實像軍公教 他本身他本來就是我們社會 他該有的基本的骨幹 那是我們政府不可缺的一環 可是在年輕改革的時候 我們要追求的就是他的公平正義 那他們這些人是當事人 可是不能把他們當成犯人 我想院長也同意我這樣的說法 對不對 同意 那這個年輕改革要不要改 是一定要改 可是要改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自己 我們也知道 他的負債的狀況是非常嚴重 那我們要如何來建立一套 一個該有的基本的制度出來 可是要用很公平很正義的方向 的面向來對待他 你現在看看 我們的包括我們的軍公教部分 達8.1兆 然後 勞保、國民年金、農保、財政的缺口 我們潛在的將近18兆 那目前政府 現有的公用的財產 加上非公用的財產總額才9兆而已 那政府破產 這個我想 這個也不是為人聳聽吧 這個是您的專長 是不是 是目前來看是財務狀況是 必須要改革 這沒錯吧 所以你看 君子預計我們是2020 勞保2026 公務人員是預計2029 都有可能破產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的時候 我們 我們 我們是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才是我們的態度 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不要用這種 建立起這種 互相衝突 互相對立 然後造成這樣子的一個 撕裂的這種方向來處理 我想對我們整個社會來講 即使你把它處理好了 可是這個傷痛是留下來的 那你如何要運用 我們的整個的一個大智慧 然後讓大家可以坐下來 你看 軍公教走上街頭 他們要的是什麼 他們要的是尊嚴 他們也贊成改革 我想他們的標語大家都很清楚 那要尊嚴 而要尊嚴 可是他們也贊成改革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如何來建立出 建立出一套好的機制出來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大智慧 是不是 院長 是的 所以我想聯金改革的會議目的 也就是希望大家來參與 就是讓大家在一個 互相尊重 理性溝通的情況下 也達成共識 我想喔 大家參與 絕對不會有一個好東西出來 也不會有一個好內容出來 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簡單來講 就是少腳多靈 就是提撥不足的 提撥不足嘛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 現在 現在我們的 退撫基金的精算的報告 我們現在 退撫基金的提撥率百分之二十八 駕育人員的提撥率百分之二十 均值百分之九 勞保只有百分之六點七 然後又牽扯到 我們現在的社會型態 我們現在的少子化 高齡化 包括你像以前均保好了 均保在 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又 依照我們的陸海空軍官條例的 第二十三條 你做三年你就可以有了 就想有該有的福利 結果你領多嘛 繳得少嘛 那你不破產才怪 那如何去 這個問題 一定要讓我們的全國百姓 充分的去了解 那真正的問題是這樣子嘛 你這些破產了 國家破產了 你還拿得到錢嗎 你一毛錢也拿不到 那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如何來去 讓我們現在 在腳的部分 腳的部分 能夠提升 然後領的部分 能夠盪下來 就是天花板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具體的方向出來 這個部分 我剛剛提到 就是說一方面 希望大家都能參與 再一方面還是要 前提要在理性溝通了 那麼當然這個 您剛剛所提到的天花板或地板 或者說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則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 聯金改革會議那邊 能夠先取得一個初步的共識 才會有具體的方案 會才會呈現 是比較容易 那麼他們的 根據我了解 它的聯金改革會議 很快就會進入實質討論 那麼您所關心的 像這些比較具體的一些方案部分 我想他們應該會 很快的就會 我還是呼籲院長的 就是有些事情 要有破例的一個決定 那如果要面面去拘到的話 到最後是一事五成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 給他們機會去溝通 如果他們能夠有適當的溝通 那最好嘛 如果沒有適當的溝通的話 那當然還是最後還是要面對改革 我想最重要還是 就是定定合理的替代率 我想這個才是 我們覺得是最需要 而且是最好的一個方向 你看世界各國 你看世界各國先進的國家裡面 所得的替代率大概都是50到80%左右 我們的話 將近90% 我們是90% 甚至於近100% 這個完全就是它的問題所在 這個問題的所在 那我們年金也走向了破產的 這樣子的一個預估 這個就已經是可以看得到的事情了 那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是要用這種很坦然的 很公開的 然後真正不要造成階級對立的方向 來去面對它 那這樣才能夠去有辦法去解決它 是不是這樣 是的 那接著 我想請教一下 院長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我最近看到我們現在 我們當前的執政者 在提的就是 所謂的南進政策 這個南進政策 讓我也感觸很多 南進政策絕對 不是現在的政權第一次喊出來的 李登輝總統講過一次 陳水扁 時代講過一次 這次是第三次的南進政策 當我們在講南進政策的時候 有兩個面向 不知道院長你有沒有去檢討 第一個 你在李登輝總統的時候 跟陳水扁總統的時候的南進政策 他們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成功 有沒有去做這一方面的檢討 然後真正我們的台商在那邊 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為什麼前兩次沒成功 這個你有沒有去做他的檢討 跟李委員報告 我倒不認為說是過去我們的 跟東南亞國家的這些 經貿往來是完全不成功的 其實那邊也有不少的台商 在那邊也確實是有落腳生根 只是我們希望能夠強化這樣一個關係 是因為這樣做了 能夠讓台灣的經濟更多元化 那麼我們跟檢討過去的做法裡面 我們在未來的所謂南向的政策 其實我們有一些個重要的重點 特別是我們希望著重在人員的往來 增加人員的往來 尤其是我們因為有很多外籍配偶 都是從東南亞來 那麼他們的第二代 其實在未來的跟東南亞國家的 經貿往來裡面 其實可以扮演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有意義的角色 再一個就是我們認為 就是雙邊的經貿關係的發展 能夠盡量以合作來代替投資 也就是說我們很多的投資 我們希望能夠有 站在一個互利的這個 互相這個有利的機場 或共同投資立場 去找我們比較有互補性的產業 投資機會 那當然這個部分 需要政府的一些思考和規劃 也需要我們往來的國家 它有意願 願意跟台灣做這樣的一個經濟合作 這個簡單講 我們看到最近 G20 G20在大陸這樣的一個舉行了以後 我不知道院長是怎麼看 我的感想 這個已經不叫G20 這叫G2 這個已經看到一個中國大陸 他現在真正的是一個大國的姿態 這也是現實 這也是事實 那 東協10加3 他們的臉色是要看中國大陸 還是要看我們的臉色 一定是看他們的臉色 今天我們 跟大陸的來往 我們現在好 我們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我們往南走 可是往南走也是要看他的臉色 因為那些國家還是看大陸的臉色 那我們跟他們最基本的 這些東南亞國家 我們的投資保障協議 我們就已經簽了幾個國家 那我們的台商在那邊發生的問題 我們能夠保護它到什麼程度 我打個比方 上一次的越南的排華 排華的這樣子的一個激動的情況 我們受害的台商五百多家 那結束了以後 他們得到了什麼樣子的補償 沒有 更不要談最近的台塑 台塑究竟它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可是當它 被受到越南各方面掐著脖子的時候 我們政府能夠做到什麼事 更何況 印尼馬來西亞 這個長期也都是固定一個時間 就會有排華的一個行動出來 這個都是一些很大的未知數在 那我們如何去透過這些關係去建立出 讓台商有投資的信心的管道 這個也才是我們先 當前要先去跨的第一步 院長是不是 我同意就是我們會跟這些國家 都會有多一點的一些 有關像您想提到的一些 投資保障協定之類的簽署 那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 過去這段時間之類 我們也確實有跟這些國家聯繫過 包含昨天我們跟印度也有一個 簽署的協議 那麼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還會有更多的這一類的 我講真的 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真的很 就是很難的地方 我打個比方 像越南這一次的台塑事件 我們的駐越南代表 要見他們一個部長都見不到 要見他們一個部長都見不到 那你說 這個部長我們會 我們會把它當成 我們會評估 每個國家對台商的態度和做法 我們會做一個評估 那麼評估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優先順序 就是哪個國家在處理這個方面來說 比較願意用制度來解決的 或對我們比較尊重 或者說我們在很多地方可以溝通的 我們當然會把它評估 在最優先考慮這個項目裡 所以我還是再一次的呼籲 就是院長這邊就是說 我們要南進 我絕對是贊成 不是反對 那在南進的我們的先前作業 我們該如何去處理 克服排除這些問題 然後吸取前面兩次的教訓 這兩次遇到了什麼問題 那我們該如何去突破他的問題 我所瞭解當初配合那兩次去的 灰頭禿戀回來的一堆 這個也是事實 那他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應該去找出他真正當初的問題 然後去突破他的問題 解決他的問題 南進才有用 是不是應該是 我同意 我相信以我們國家目前的這種 國際的處境 那麼這些 看東南亞投資這些部分 過去我們所看到的這些風險 確實是有必要我們要去注意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管我們有沒有南進政策 這些風險都是存在的 我們唯一能做就希望透過南進政策 讓這些風險降低 同時能夠有計劃有次序的來處理 我們跟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這個就您剛剛提的 他的那些東南亞的人來到台灣 這個我們叫做火炬計畫 當初的火炬計畫 火炬計畫是怎麼來的 那時候可以講 我本人 我本人 那時候真正個人 投入非常深 那沒有選票的 可是我們知道台灣未來的嚴重性 是的 如何讓這些人能夠 除了來認同我們台灣之外 也如何讓他開始 甚至於他的下一代 能夠去影響到他的母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特別強調 這次南進的政策裡面 我們特別強調就是人員的交流 甚至於雙方的學生的 留學生的交換等等 我們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做法 也就是目的希望能夠讓 東南亞這個國家 對台灣更熟悉更友善 而且更了解我們的社會 這個所剩的時間不多 這個我們就把它回歸到 從這裡如何來跳脫出 讓我們台灣能夠更有競爭力 那如何讓台灣更有競爭力 我們現在是對外對內 我們先從對內的部分 我們先要做如何來整備 很難 可是這個我講了將近快十年 你的施政報告裡面 也有提到類似的 分成六大區塊 當初在地制法修正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可是那時候把這個時間點 把它跳脫掉了 六都 你覺得台灣現在六都合不合理 目前這個做法當然就是說 在整個的跟相對於其他的縣市來看 這裡面有一些規範不見得是完全理想了 那我們希望未來就是不論是直轄市 或是非直轄市 至少它在財政地位和條件上 所適用的標準應該要一致 那個院長 當初他們在整個地制改革 要把縣市升格為都 他們最高的期待就是能夠 財政花分能夠拖頂錢過來 對對對 然後真正錢給了他們的以後 又怎麼樣了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假 所以它本身 它地方的城鄉差距 有沒有縮小 沒有縮小 結果六都 他們要的東西 同樣都是要的 我要巨蛋 我要捷運 我要科學園區 我要的東西都一樣 然後這六都的整體 它的本身的第一 城鄉特色 它的城市特色沒有出來 第二 它的整個的一個競爭力也沒出來 那應該就是說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如何 重新好好的把它整個的一個國土規劃 國土區劃 重新把它好好的整頓一遍 這個對我們才是長次久安的方向 可是大工程很難 李委員你講是一個長期的做法 那但是很多長期的做法 要能夠一步到位不容易 所以我們等於是看到階段性的在改變 那這個改變階段性改變 當然有些東西就是變成有利有必要 我就說大工程很難嘛 大工程是很難嘛 我看到您的市政報告也提了大概類似的概念 是 你就好像我們講的 你把六都我們政府重做來主導 北北基 你現在講的北北基 然後陶竹苗 中張投 雲嘉南 高平 對不對 然後花東 宜花東 你現在也提了這個我也看到了 是 可是如果你把他的他的北北基 我打算比方北北基 當初為什麼我一直強調一直要北北基合併 光在人口 在港口 交通 包括整個等於我們就可以跟世界的城市平起平坐嘛 我打個比方嘛 所以那時候 台北線要升格的時候 我一直在呼應的就是北北基合併 台灣現在有這樣的外交困境 有對岸的問題 北北基合併的人口 如果將近我們佔了我們台灣的整體的大概百分之六十跑不掉吧 差不多吧 是不是這個就可以代表 城市外交就等於是台灣台灣的對外的外交 等於就把台灣帶出去了嘛 在外交上面 在內部裡面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我們對內的 對內的該有的一個強勢的一個大都會 那它競爭力就出來了嘛 可惜 沒有做到嘛 那時候本來要做 可是前一代的沒做到 那我們究竟哪一代才能做到 那其實台灣 我們現在也不要那麼多的縣市 早就應該要把它重新的來一遍 可是 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台灣要選舉 每個地方的首長要選舉 每個地方就好像當初 要把 升格以後 要把 地方的代表會廢掉 也突破了一個瓶頸 可是還是做到了 就像當初我們要全民騎摩托車 要全民帶摩托車 很難 沒人說做得到 我們也做到了 只是看要做不做 不過這個難度會比 那個騎摩托車的安全網 可能來好幾百倍 可是我希望 我也期待 我們現在有很大的政治能量 來處理這個問題 要很大的能量 然後真正要有 要有這個覺醒跟魄力 才能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也是 這個是把它當成 我們真正能夠可以做到的話 對岸奈何不了我們 這個才是我們台灣當前最需要的 另外一個 講到這個的話 我前兩天 有去了蘭嶼 住了三天 我第一次去 那時候的蘭嶼 一個文史工作者問我 你對蘭嶼的態度是什麼 我聽了我感觸很大 我說態度 態度當然 我們講的蘭嶼是核廢料的問題 核廢料的問題也不是說 要蘭嶼的人同意 當初他們是政府就直接把它擺在那邊的 而且當初的工法跟現在的工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不講它的安全性 我們講的是如何 我們 因為這樣子 我們政府給了蘭嶼的什麼東西 那這個蘭嶼只是一個問題而已 包括綠島 包括小琉球 我們現在看到觀光 昨天觀光客走上街頭 蘭嶼現在一年 將近十二萬的觀光客到了蘭嶼 可是十二萬到了蘭嶼 給蘭嶼的人又什麼了 水不夠電不夠 坐那個馬路環島公路 好像在騎那個蹦蹦車一樣 然後我問了相關單位 錢給了沒 生活圈有撥一筆錢下去 可是生活圈撥下去了 為什麼做不了 先政府沒這個能力啊 這也是現實的問題 一個好的一個地方 它未來十二萬 可是民宿 沒有一間合法 所以這一些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蘭嶼 一個包括綠島 包括琉球 這個絕對可以把它做成 國際級的一個觀光休閒的一個地方 當你 我們看到觀光的 觀光業者走上街頭的時候 我們要去看的是 我們如何去建構出 我們好的一個觀光的景點出來 把蘭嶼、綠島、小琉球做出來 絕對是國際級的 甚至於澎湖 絕對是國際級的觀光休閒度假村啊 那這個不是要靠縣政府來做 而是要我們中央要跳下來 好好的去把這個地方 好好的把它整合出來 這個就是當初那個文史公主說 你對蘭嶼的態度 對蘭嶼的態度 你要看到的是 如何讓蘭嶼更好 而不是給蘭嶼更憂愁的美 沒有意義嘛 是不是 所以我也希望 藉由這一次 我也希望院長 能夠看到這個問題 好好的幫助這些領導 接著我們請徐永明委員 尋答時間為30分鐘 有請院長 請林院長 徐永明委員好 院長好 好 院長 這個時代力量其實這個夏天 其實也沒多久 就上個禮拜 好 其實有到美國國會做了一次的參訪 那我想 除了讓美國國會認識時代力量之外 其實有很重要的目標 這個是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前主席他的Twitter 因為他把它公開了 所以我們也把它拿來 這是我們拜訪他 那其實討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關於美國的一中政策 那這是時代力量的看法 我們一直覺得不論是中國堅持他的一中原則 這個我們了解 美國堅持他的一中政策 這個歐巴馬跟習近平在杭州碰面的時候 兩個人都在談這個說法 我們認為 這是限制台灣外交處境 甚至參與國際組織一個很重要的緊箍咒 那 更令我們考量的是 我們現在新政府談的是維持現狀 當美國還是一中政策的時候 我們維持現狀 中國是一中原則 台灣是不是真的有新的出路 那我想這是我們參訪一個過程裡面 那我們跟這些美國議員 尤其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前主席 現任的主席跟裡面 potentially有可能變成未來接班的人 我覺得他們都很開放 覺得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甚至美國的智庫 那院長為什麼會討論這個 因為我們在跟他討論的時候 其實就談到我們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問題 可是從他們的判斷而言其實也不樂觀 那請院長這邊資料滿清楚的 就是說我們這邊也談有意義的參與 這個部長也談過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幾個重要國際組織 其實參與的狀況依舊碰壁 五月的時候我們當然有機會參加這個WHA 可是是以中華台北名義 甚至在一個附註一中原則的情況下參加會議 至於明年 因為他是每年主辦的 明年如何其實不確定性很高 那這邊部長也在 其實我想請問部長 9月27 在加拿大舉辦的國際民航組織 我們的機會如何 這個時間已經非常接近 那跟美方一些人士的互動裡面 我覺得他們也關心 可是感覺好像力道並不是很夠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談 如果一直談一中政策 台灣外交有出路嗎 如果我們的政府還是在談維持現狀 那是在維持怎樣的現狀 部長你的判斷如何 或是你有更多的資訊 我知道我們其實 其實請很多門幫 一些好朋友在幫忙 那目前的進度如何 9月27號有沒有可能參與 跟許委員報告 昨天跟今天的中午呢 都有美方的重要來賓 我們也曾經有很深入的交談 到目前為止呢 美方也的確在盡他們的力量 在幫忙 而我們的看法呢 我們對於這個9月27號的參與呢 我們還是吃一個樂觀的看法 正面就對了 是的 有機會 這個我也希望這是一個好消息 我想這個對台灣的民心士氣 也會是很大的幫忙 當然實質上很重要 對我們的這些 國家航空 甚至未來這個碳排量 台放的問題 我想都很重要 可是其實我們在看 Interpol 國際行情組織 每年11月開會 其實今年3月的時候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有簽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 參加國際行情組織的法案 那部長 今年11月的機會如何 我們也非常感謝 美國國會啊 通過這樣一個 有法律拘束力的一個決議案 也因此呢 美國國務院呢 的確對這個問題呢 是非常的認真在協助我們 當然我想徐委員非常清楚 Interpol這個國際行情組織啊 美國也是只有一票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在Interpol 在今年能夠有所參與呢 甚至我們沒有把握 部長其實我還是希望我們能持續努力 其實不只是Interpol的問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要公約 甚至我們本來其實是觀察 參與方身份的時候 OECD 其實像今年也出現一些狀況 那明年 後年的狀況如何 明年的狀況如何 其實還是 為什麼會列出這些表來 當我們一直強調維持現狀 其實我們是對對岸 甚至國際社會 釋出蠻大的善意 可是如果沒有持續的好的回應 如果像我前面講的 這些國際組織的參與 WHA今年雖然可以 可是還是掛了一個 一中原則的這個付諸在那裡 ICAO雖然像部長講有樂觀 可是還是不確定 那Interpol當然機率可能會比較低 我跟你說這種情況持續下去 我不禁會想問說 院長 維持現狀可以做到什麼地步 我們忍辱負重 如果機會 如果一些參與 我們可以做貢獻的部分 都不斷地受到這些妨礙 這也是為什麼時代力量 到美國國會去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追根溯源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一中的這個緊箍咒在那裡 院長我們維持現狀 還要持續走下去嗎 如果 9月27號 9月27號 這麼多友邦的幫忙之下 還是沒辦法去的話 我想這個對 整個我們兩岸關係 或我們的外交政策 都會有很大的衝擊 跟學員特別說明 就是基本上說 我們覺得兩岸關係 我們是讓社會能夠 讓世界大家都能夠了解到 我們並不是會去挑釁 目前的這個兩岸關係的做法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裡面 維持我們既有的 對 院長我了解 我們希望我們是好學生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這個兩岸關係的改善 其實台灣是有誠意的 而且是希望能夠在這個情況下 能夠去尋求一個社會更多的 國際界更多的支持 院長 也是有個成語叫軟土生爵 我們雖然維持善意 我們雖然自我節制 像最近這個陸聯的事情 就維持是民間 這個部長也講過 民間去推動 外交部不會推動加入聯合國 我想這是 從某種角度的解讀 可能是所謂善意 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會不會是退縮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會 希望新政府好好想 維持現狀 到底是維持誰的現狀 如果我們的地位不斷的沉淪 這種現狀要不要 我想有個議題緊接著就來了 現狀應該就不會讓地位沉淪才對 這個院長是這樣 這個實在地上立委林長佐 前陣子到西藏去參訪 不是西藏 對不起 印度 有見到達賴喇嘛 當時做了一個邀請 希望他來台灣訪問 並在國會演說 那我所理解是達賴喇嘛其實每年都會有個全球的行程 那這樣是有機會加入台灣這樣一個行程裡面 那達賴喇嘛也表示 樂意在訪台灣 那我們的立法院院長 蘇家全很清楚地表態 非常歡迎 我想請問行政部門 院長這邊 如果有這樣一個申請 有這樣的邀訪 甚至到國會來做演說 那如果我們的立法院院長都很清楚地表態 歡迎他來的時候 那行政部門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最簡單的大家就會問說 那他的簽證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歡迎他來台灣參訪 請理部長來說明好嗎 我想達賴喇嘛呢 是廣為世人非常尊重的宗教領袖 我想他在這個宗教上的影響力 他對世人的理念的啟發都有極大的貢獻 那我們也了解 今年來因為年事理長 部長 他2008年跟2012年其實有 有被邀訪來台灣 可是他的簽證是遭到拒絕的 他是有遭到拒絕的這樣 2008年2012年來台灣是遭拒 我想請問是外交部 或行政院這邊的立場是什麼 我想那個時候因為我個人不在國內 我在外管 所以詳細情形我並不清楚 那我的了解是呢 因為達賴喇嘛 他因為目前年事議長 所以他每次出來一次呢 一定是周邊國家走一趟 而我們最新的了解是目前 他還沒有做類似 希望到亞洲附近來走的這個 那部長我想請問 如果他答應林長佐的這個邀請 甚至立法院邀請他來做演講 那我們是怎麼處理他 來入境的問題 如果達賴喇嘛真正決定 他願意來 到時候政府一定會做一個 非常周全的一個回應 所謂周全的處理是 我想等到那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再研究 部長我的意思是說 會不會又回到所謂維持現狀那裡去 會不會又回到說表達善意 我意思是說我們不斷地退 到底能換到什麼 換到是912這麼多 觀光業者覺得是政府的問題 這個根據委員報告 部長你剛才講話非常重要 你傳出來的訊息 是 是很模糊的 維持現狀並沒有表示站這邊不動 事實上外交部從我本人 我們所有的同仁 可以說是每一天 都在為國家的利益在打拼 所以部長我可不可以講說 其實外交部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態度 關於達賴喇嘛來台灣參訪的事情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態度 我想達賴喇嘛來參訪 就是剛才跟您報告的 對這樣的一位宗教領袖 我們是非常非常的欽佩 但是呢達賴 欽佩但歡迎 當然是我們非常的歡迎他來 但是呢如果他真正要決定要來的話 當然我們必須要很審慎的來考量 部長你的回答其實我是蠻失望的 我想請問院長這也是行政院的態度嗎 這個部分我想李部長的這個說法 就是代表我們目前的看法 OK 下個議題 其實現在在談年金改革 剛才很多先進也談到 好像變成不同職業別之間的衝突 可是我覺得 不論是哪個職業別我想大概都沒有人 在目前這個階段可以接受 所謂黨職並公職這樣的事情 各位看到這些是我們的一個是前副總統 這個連戰 他當時有民眾服務社主任 三年八個月的黨職年職變成公職 我們有我們的前台中市市長胡志強 他更厲害了 他這個民眾服務社的聯絡員這個身份是十年 而且這聯絡員好像是在英國當聯絡員 而且當時還是學生 我們的吳伯雄 前國民黨主席 他民眾服務社主任的年資是兩年一個月 我的意思是說 黨職並公職這樣的事情 其實應該是年金改革的地坡 這個沒有所謂 不同職業別差異的問題 也不會有所謂階級鬥爭 我想軍公教的朋友也沒辦法接受 有人用黨職的身份 來補他這個所謂公職的年資 那這是謝長廷當院長的時候 行政院院會2965次會議所做的一個財事 那時候指派許志雄政委組成調查小組 協助考試院共同來歷新真相 來查到底我們政府部門裡面 我們的公務人員裡面 不只公務人員還有軍公教 多少是用黨職來並公職的 當時是11月9號的一個院會的決議 在11月28號 院長 這是行政院出的 黨職年資並公職退休年資調查報告 第一階段 我這邊想問院長的是 這是2005年第一次調查的結果 我們這邊有列出來 退職政務人員裡面有21個 中央跟地方機關退休公務員有89個 大專院校退休人員有45名 可是他完成的部分其實相當有限 2005年的調查報告你們講得很清楚 38年以後 迄今中央跟地方機關的退休公務人員 可是呢 關於教育大專院校的退休教育人員還沒有做 上位完成的部分 38年以後 各級公立學校退休教育人員還沒有做 38年以後 各公營事業機構 退休人員也還沒有做 有沒有可能 行政院 仿照謝唐寧院長那時候 組一個調查小組 把黨職並公職這個事情查個清楚 這個是還沒有完成的部分 這是2005年完成的部分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行政院有沒有辦法 繼續來做這樣的事情 可不可以承諾 我想黨職並公職 不會有藍綠問題的 在現代社會沒有人可以接受 這樣一個事情持續的發生 我想如果這個部分是行政院可以來了解的 沒有涉及到考試院的話 我們會來努力來了解 這個是行政院 根據院會所做出來的報告 這邊講的是第一階段 院長我期待的是 行政院能完成第二階段的報告 要把上面所謂 2005年未完成的部分把它完成 可以承諾嗎 詳細內容 因為這邊我一下不能夠完全理解 不過我覺得我們只要能調查 我們一定回來調查 好不好 就是您剛剛講的那個 如果有困難的話 我們再請同仁來跟你說明 這個在現代社會院長的時候就可以做 當時其實在很短幾個月之內 就完成一個蠻不錯的報告 我是希望行政院根據這個報告 把他未完成的部分完成 我想黨職兵工職不需要等到 這個年輕改革的國事會議就做了 這是行政部門單獨就可以做 當然有這些資料以後 進行清查 其實可以立法 把這個部分去做一些更正 院長最近又發生一些事 這個是退府會今天的新聞 這個退府會的補助報告 這邊補助的是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大華府分會的團體 舉辦第15屆華府龍舟賽的活動 那退府會主委也發了聲明說 這是前任政府做的 院長這個就是讓人家對於行政部門擔心的部分 清查不當黨產 是一個既定的政策方向 可是我們的部門 我們的行政部門 還不斷在補助這些儀式 可能是附水組織的 主委在這邊 主委有沒有什麼說明 這個是我們在協助各地方榮光會補助的經費 但是他拿來補助這個農舟賽詳細的辦法跟狀況 我們細部的去了解 那未來咧 未來這部分我們是不會支援的 好 院長 這個照片 這個很驚悚 這不是麥當勞的玻璃門被撞破 這是不當黨產委員會的玻璃門 被兩名 這個 沒辦法辨別的人士 用石頭攻擊 我立刻翻了預算書 發現不當黨產委員會 竟然沒有編 保全的預算 不當黨產委員會也沒有編 駐衛警 院長 一方面你的政府部門在補助這些所謂 可能是附水組織 一方面你的不當黨產委員會 受到這樣的攻擊 有關政黨每天在清算 你的黨產委會的主委 你這些成員的身份 甚至還傳出來說 很多公務員 不願意借掉到黨產委員會裡面去 院長這樣做得下去嗎 我覺得院長在這邊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態度 對這樣的暴力事件是必須要公開譴責的 對於未來行政部門 是否還要持續補助這些附水組織 是要有公開態度的 那個徐委員 第一個 我這中午才進立法院的時候 也曾經有媒體跟我提到 我才了解剛剛您所說的這個問題 那第一個 我的初步了解是 應該是他們是跟國發會有合屬辦公了 所以是來攻擊國發會的 照理講是應該有共同分擔保全才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個事情 第一個我們會對知識的人 我們會來查清 第二個我們會 就他的安全的部分 要如何能夠加強 我們會來檢討 院長我會這樣提的原因是 這邊談的 你這邊 德國1990年代 調查黨產和人民團體財產獨立委員會 它邊有16位委員 秘書處就分6組 編制員額到162位 我意思說 你如果查東德 他的黨產搞不好還都沒這麼大 你在查國民黨的黨產的時候 你是這樣的態度 是這樣的編制 甚至很多公務員 檢察官要去借調 都沒辦法做到 你會讓民眾覺得說 這是做真的還做假的 同時你的政府機關 你的這些部會 我們這邊所有的部長都在 院長可不可以在這邊宣示 不當黨產相關的 可疑的 可能還沒有聽證認證的 這些附水組織 相關的行政部門 所有的行政部門 在未來都不會有所謂 講補助的行為發生 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是會 朝這來處理 但如果說是 像剛才講的 這種情況 應該是 行政部門 可能執行單位 並沒有完全 能夠去注意到他們的計劃 院長 你在這邊要有態度 你這邊要跟 這邊坐在這邊的所有的部會首長 講清楚 這個事情不能再發生 你要跟黨產委員會裡面的公務員 講清楚 就算他是約聘僱的 未來你會保障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當然是我們應該有責任 而且我們認為 這個部分 因為不當黨產的條例 也是立法院通過的 我們是以法律來執行的 所以這個部分 不應該有任何的憂鬱才對 院長這樣講 可是我還是很擔心 這個我接下來要問的是中家案 這個是很有趣 這個是 在上個會期 其實很多委員就已經連署聲明 對中家案有很大的質疑 認為當時NCC並沒有守住 他應該有的這個守門員的這個身份 人家已在作股 就認為說 這沒有所謂實質控制的問題 沒有違反黨政軍條款 當時 這是1月27號 今年1月27號的這個蘋果日報報導 28位立委連署聲明 嚴正要求NCC重新審議 並因決議不通過 聲明指出 NCC火速通過認購公司在 規避黨政軍條款 游走法律邊緣 且在立法院休憶 尚未開議時通過此案 明顯 護航偷渡 那 院長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程很清楚 2015年7月開始處理這個案子 2015年12月30號公平會通過 這個絕育附帶條件通過 2016年1月27號 NCC以20個附帶條件通過中家案 2016年4月29號 立法院以72比0表決通過 要求投審會 因為案子已經收到同審會 所以庭審中家案 到政黨輪替以後再處理 院長現在問題是 我行文給NCC NCC主委 就是 詹主委說 這個案子 NCC已經不處理了 然後我給投審會 問投審會 投審會說這個案子 行文給NCC 希望NCC能 做處理 兩個部會在踢皮球 那到底新政府 對於中家案的態度是什麼 這個部分 因為各界都很關心 所以我也就 剛才您所提到的問題 我也去了解 目前這個NCC 既然已經請投審會 就實質投資架構和投資內涵 來加以審 來這個審查 那麼現在投審會應該是已經 進入審查程序 我想我不方便在這邊 做任何的指導 那麼我們還是期待 就是經濟部的投審會 能夠就這個部分 做實質的審查 院長 當時 立法院很多委員態度是覺得 NCC其實是在護航 NCC那個決議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也行文 希望NCC能重審 或是了解一下這個進度 投審會也回文給NCC 那目前新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真的認為 中家案沒有所謂 違反黨政軍條款的問題嗎 你們的認定是跟14號一樣嗎 要讓投審會來做實質審查 那NCC的態度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投審會 投審會 投審會不是經濟部長可以回答的嗎 跟許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其實這個案子的程序 剛剛委員有提到說 NCC跟經濟部 我不是在問程序的問題 我是在問新政府 對這個所謂 是否違反黨政軍條款的立場的問題 對 那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案子 其實外界很關心 大概幾個部分 就包括是不是用技巧性的方式去回避黨政軍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可能有反弄斷 那主委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的態度就是說 其實 你不能說啊 因為已經審閉了 前政府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沒有這個責任 我就把它推給投審會 委員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 剛剛委員說 跟經濟部互推皮球 其實沒有這回事 應該是說 通傳會從頭到尾 都沒有特別去指明 所以你們的態度是 通傳會從頭到尾 都覺得14號那時候的決定 你們是接受的 你們是繼承這樣的決定的 從法律上來說 他是一個行政處分 但是如果有違法的狀況 其實行政處分是可以被撤銷的 那如果有另外的狀況 合法的行政處分 也有可能被廢棄 所以他沒有被撤銷 所以你們立場認為 他沒有違反黨政軍條款 黨政軍的條款 能不能夠適用 涉及到他實質的投資的架構 跟實質投資的內行 所以你們認為他並沒有實質控制 你要不要看一下他的附帶決定 多少東西在談 中家裡面如何建立自己的監和監督機制 讓遠傳不要去影響他 我當時就覺得很好笑 你怎麼可能讓遠傳去監督自己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時的通傳會都覺得 這個是有一個問題在那裡的 我是無法理解說 我們的新政府接上來以後 立法院的態度是這樣 結果我們的立場跟過去沒有什麼差別 院長我的意思是說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個宣傳委員 我這個部分 我可以這樣特別聲明 第一個就是 我必須要在這邊重新再說明 就是我們現在還是要遵照 我們現在這個黨政軍不得介入 不宜介入的這個 這個有關媒體的這個原則來處理 那麼所以我們也會在這邊來做一個實質的審查 讓經濟部做實質審查 那麼務必會 所以是在投審會做這樣的審查 不是在通傳會重新做一個決定 如果投審會做實質審查之後 如果他有必要的話 他應該還是會來做相關處理 然後後來從NCC再來處理也有可能 那麼這個部分呢 院長我要講 其實這個我是有點失望 就是說大家那時候那麼多對過去通傳會的質疑 我覺得現在通傳會是沒有必要 沒有這個義務去繼承它 如果你重新去做決議 其實反而凸顯你們的價值是比較不一樣 對不起因為時間有限 我接著要問 這個是很多地方政府現在在關心的問題 就長照2.0 我們是不是請部長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關心 長照2.0雖然說已經推出來 也沒有推出來 因為這個實施的實現 時間還有方式 其實還是非常不清楚 今天很多人關心 尤其台中這邊 他們特別 因為他們非常積極 他們的副市長 林毅寅是這方面的 他一直想要把它做好 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是不是可以今年9月以後 讓地方政府先事辦 依照長照2.0的一些規定 甚至更有彈性來處理 否則我們裁員問題還沒有確定 可是長照的這個資源如何運用 有效的去做 部長你的回應是如何 好 目前長照2.0是在各縣市做說明會 目前各專家給我們的意見 修得是非常的好 有一點我比較不太滿意的就是支付制度 那如果台中市政府在下個月開始的這個 示範裡面可以提出這麼好的 可以嗎 部裡面可以同意嗎 可以 如果這麼好的 那不只是台中其他縣市 如果這樣做可以接受嗎 要看提出的內容才能夠 因為他們的要求其實 其實就是在支付制度上 讓他們更好處理資源的應用 另外就是他這個所謂你們 2.0所謂ABC這些整合項目 是不是能更有彈性 是 好 我想 部裡面可以考量一下 我想很多地方政府想把這塊做好 這個其實對行政院幫助也很大 好 院長是這樣 其實我提的這些問題 講的是我們新政府的大方向 如果我們維持現狀 如果只是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希望能習是您人 對岸或是國際 他對我們態度也不會更加尊重 所以這是為什麼時代力量 我們會去美國國會去做這樣的遊說 我們認為 一定要讓別的國家或相關很重要的國家 了解到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是有不同的聲音的 好 那同樣的 當場委員會的事也是 新政府要表示很堅定的態度 你必須讓你下面的人員知道說 有院長全力的支持在那裡 達爾喇嘛的事情也一樣 剛才部長的話 這個訊息很快就會傳遞出去 如果讓人家覺得 新政府 所謂維持現狀 是重蹈過去馬政府的復測 去拒絕達爾喇嘛的路徑 我覺得所謂普世人權的價值 我想過去民眾在選舉 對於執政黨的支持 都會產生很大的問號 謝謝學員指教 我想 我特別要強調 維持現狀就是表示 我們過去所堅持的立場 我們還是堅定的 不會因此 而有所改變或有所退讓 接著請將啟程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3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請主席先邀請林院長 請林院長 江委員好 院長好 我想 你上任到今天是第幾天 你有去算嗎 沒有算 沒有算 我幫你算 超過110天了 那 我想問一下 院長你自己這110天以來 超過110天了 你覺得你自己做的感受怎麼樣 當院長 今天的感受怎麼樣 我想這個就是好像是這個 做飯嘛 做菜嘛 你給 做菜的人 其實盡量在努力做 但是還是要去接受很多的批評 或者說是 很多的菜吧 所以智取是一個中破篩 然後你做菜做飯給人民來吃 那你覺得大家吃的滿意嗎 我想這個不可能有滿意的 就是要不再批評求取進步嘛 當然啦 這個每個人對菜色的滿意度可能不一樣啦 但是 總是會有風評嘛 任何一家菜館或者是飯店的主廚 他總是會得到一般的風評 所以我想告訴院長的是說 人民對你還是會打分數 而且不斷的再打分數 那當然前陣子 執政百日的時候很多的民調出來 其實都顯示你在這個民調上面的死亡交叉 已經出現 所以我真的很想問院長 你對你自己的施政滿意嗎 不可能會感到滿意的 一定是有很多覺得還可以再改善的空間 那你覺得有達到低標嗎 你自己的低標 我從來不為自己打分數 我覺得這個分數應該是聽人民自己打的分數沒有意義 好 那所以你面對這樣子的民調 你是用什麼心情來對待 我們是用一個就是傾聽 而且去理解看看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努力的 可是問題人民沒辦法等 我們也並不期待要等 我們希望能做得盡快能做 你覺得你還要多久的時間 可以把這個施政做到 讓人民開始對你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你的民調可以往上 我希望能夠越快越好 院長 你這個答案還是太模糊了 人民聽到越快越好的意思就是說 明天就要 如果明天能做到當然很好 問題做不到 所以院長我要告訴你是說 你今天很大的問題當然不光是個人而已 這是一個團隊的問題 所以在在野黨 我們當然對你會嚴格的監督 可是你現在的問題不只是在野黨 對你嚴格的監督 執政黨相關的人士對你提出非常嚴厲的批判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怎麼樣講你 好 謝謝 這些沒有一個是在野黨的人 可是他們都對你提出這樣子的批判 不管是說請你是 請貴拿猶豬 還是說 你內閣沒有人才 或者說你用的人不夠好 甚至說你這個內閣是半吊子 當然也有說 也因此也批評到蔡英文總統去 那甚至你的內閣團隊裡面 也常常發生彼此打臉的這樣的問題 我想請問院長的是 難道你們內部都沒有檢討嗎 我想行政部門 你們都沒有想要改進嗎 那麼可以這個 還是說 院長一旦進到你的內閣團隊之後 就是註定不可能走 除非你下台 他們才有可能換 就是院長 你有沒有換人的權利 如果交委員提到是內閣的人士問題的話 那我的 其實我在對外已經說了很多次 就是說 我們內閣人士隨時可以檢討 不過目前並沒有要調整 所以你認為目前這一些都表現很好 都沒有問題 表現沒有一個人 可以說是表現的人 當然大家都滿意的 但是我們就覺得 那問題是院長 你的這個 這個滿意的門檻也太低了吧 你不能比民眾的滿意門檻還低啊 我應該這樣來講 你可能聽錯我意思 我說我們不可能對任何一個人表現 會感到滿意 但是不滿意 那你有沒有做一些要求 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就應該被FIRE 你就應該要換人 要做內閣調整 其實有很多考量 並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 是用時間來做考量 還是用其他KPI來做別人 是組合的問題 團隊是一個組合 你要選這個人 跟其他人要搭配 那麼他的專長 要如何相互相成 這都是要去考慮的原因 所以 剛才院長的答覆就是 第一個 你不覺得現在 還有需要換任何內閣閣員 必要性嗎 目前 第二個包括你自己 你也覺得 你自己也沒有必要 在這個時間下台 或者是換人吧 所以你覺得 現在整個執政的狀況 你是滿意的 不滿意啊 我們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不滿意是因為什麼關係 是因為人的關係 還是因為事的關係 還是因為 任何人任何事情 都有改善的空間 那當然啦 可是你不能 一直都在人民不滿意的狀況 底下來執政 你總是有一個基本的門檻 說多少的滿意度以上 是大家可以接受 多少滿意度以下 大概已經 開始沒辦法接受了 其實這個社會進步 主要是來自於我們 對很多現狀的不滿意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滿意 所以我們就是要一直維持 對這個政府的不滿 然後社會才會進步 是這樣嗎 應該這樣來講 就是說我們應該 這個邏輯也不太正確 從我們很多的不滿意裡面 去求取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院長你意思說 這個內閣完全不用換 未來也不用換 我沒有說未來不會換 應該會 現階段 現階段就是目前 現階段是多久 就是目前這一剎那間 這一剎那間 對 所以是到明天 我們隨時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好 院長我想 我要表達的是 人民的一個看法跟感受 我們持續會對整個團隊 做監督 我們也會提出來 但是我們希望院長 你要看到你們自己的問題 否則 其實最倒楣的是老百姓 是人民 我們看到內閣不斷地 花錢撒錢 來解決相關的問題 這不是我們樂見的 而且很多 很多的問題解決 並沒有配套 所以我們四個月來 我們看到 內閣沒有讓人家驚豔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嚇人的地方 所有的危機處理 請問院長你覺得哪一項及格 熊山物色處理你認為及格嗎 南海的危機處理你認為及格嗎 我順道問你 請問一下美國總統講說 南海的這個PCA的判決 或者判定 他認為具有法律效力 有約束力 那院長你接受嗎 我們不會接受 你不會接受嗎 對不對 你不會接受 可是我發覺這個政府很安靜 當他們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們沒有任何人出來回應 也沒有任何人出來講 我們在判決結果的時候已經做過一個很少 當人家一再再強調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啊 我們也沒有啊 我們該出來的時候都不出來 不該出來的時候偏偏跑出來 難怪民眾對這樣子的施政不滿 甚至連綠營的大佬跟立委 紛紛點名 我去數過啊 被點名過的超過一半啊 你的格員被他們點名到有問題的 甚至要下台的超過一半 市長你有去數過嗎 我是替你感到擔心啊 如果你在不設法挽救的話 未來幾個月啊 你會繼續被 被唸被消遣都有可能 謝謝姜維先生關心啊 那當然 常常你們會講說 我們還在磨合啦 磨合期啦 我記得啊 在6月20號的時候啊 你們的這個林副院長就已經講 磨合差不多啦 七八成了啦 差不多啦 漸入佳境啦 結果 蔡總統昨天講說 我們還在磨合 我實在不曉得 我們這個那個磨合期要多久啦 還是說有一些根本就是 死硬的 靈角的 磨不掉的靈角 那個時候 我建議院長 該換就換啦 這個是一個破例跟決心的問題 否則你就是跟著這一些不當的隔遠 繼續往懸崖下面跳 不會我們會努力把相關的工作今天做好 好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最近你們喊的 震天作響的新南向政策 三個月過去的 新南向政策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目前我們有做 我們有已經成立了那個 就是新南向的辦公室 那麼同時我們有請現在政務委員 好 所以這就是我要講的 三個月做了一件事情 把新南向辦公室 從總統府搬到行政院 沒有 總統府辦公室還存在 喔 總統府辦公室還存在 對 因為那個主任還沒有外派 所以還存在 其實 如果他外派了 那個辦公室 會不會存在 其實華為人離開 這個辦公室還是會存在 所以 那個辦公室存在的角色 是要來指揮行政院這個辦公室 是這樣嗎 這是給總統做策略規劃的部分 所以跟行政院的這個辦公室的關係是什麼 行政院是 是根據這個 總統的這個 總統他這個諮詢和戰略的意見呢 我們會做一個執行的方案 然後來推動 這是在行政院的部分 所以行政院只負責執行嘛 不負責策略的規劃 策略的規劃是未來 是都還在總統府的辦公室 對不對 我們會有一些實質的這個 規劃 方案的規劃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目前這個工作是 國發會 院長 那個 新南向辦公室 是不是新政府 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是重要的 你們的旗艦計畫之一嘛 是重要的政策之一 因為這個重要真的很多 他不能說是最重要 所以他不是最重要 他是次重要 他是重要的政策之一 他是重要的政策之一 他是重要 所以他還不到最重要 但不管怎麼樣 你們講得很大聲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很想知道 到底 新南向包含哪些 你知道嗎 你們到現在除了說 做了一件換辦公室的事情之外 或者說成立行政院的辦公室 另外就是編了預算 但這預算我看不懂 我實在是看不懂 因為 8月18號的時候 院長你自己在總預算的記者會上說 新南向14.6億 接下來 你的國發會的副主委 9月5號說 42億 這是42億多啦 那問題是我收到你的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總說明當中 還有副表當中的這些預算書是21.1億 請問到底是幾億啊 我特別跟家人報告 就是如果把各部會相關的預算全部把它統一起來 目前主機書給我們的資料是42億 所以院長確定是42億喔 是的 42億怎麼來的 這個部分是有每個部會都有啦 那麼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42億的內容 這是我好不容易要到啊 我到質詢前你們才給我的 為什麼質詢前才給我 因為我前幾天要 他們說沒有啊 這個新南向辦公室啊 還沒有預算的這些編列 都還不曉得預算從哪裡要拿過來 好現在給我一個這樣一個非常粗糙的表 我請教一下 這個表裡面 哪一些是新增預算 有哪一些是新增預算 細節的部分其實我也不清楚 你也不清楚 院長你有沒有看過這一個預算表 你有沒有看過 這是因為大家需要統計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部分做的統計 不是啊 這不能說你是因為統計 你預算都已經講出來是42億的 你怎麼說是因為統計才要做這個表 你照理講在中央預算算來的時候 你就應該給我這個表 這樣講是不對的 否則 否則 你就推翻了你自己送來的預算書 各位 我要解釋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每個部會 會根據新南向政策立各種計畫 那麼各種計畫是散在各部會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它 院長我剛剛問了問你沒有回答我 問哪一個是新增計畫 裡面哪一個是新增計畫 你告訴我 這個新增計畫要各部會去說明 這很多都是舊舊啦 拿新品來抓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 舉個例子來講 我請問過去有沒有推動 新住民第二代的海外生活體驗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外交部過去有沒有推動國際合作級交流 這裡面佔了兩億多啦 兩億六啦 這是一個設置的科目嘛 你要看它執行的內容 絕對都是把那邊原本在執行的搬過來 掛上一個新南向的帽子 其實應該 所以我才問你嘛 你能夠跟我講哪一項是新增嘛 我只想知道哪一項是新增 真正你們新增的項目嘛 要做的政策吧 有非常多 院長如果新南向是政府的重要政策 你不應該不清楚 而且現在在行政院辦公室 行政院辦公室主任是誰 那個我來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教育部編了這個十億元的這個獎學金 來是在做吸引那個 就是向東內亞國家 能夠到這邊來就學這部分 那只有十億 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我們新增的政策 那我請問你 陸委會 兩岸議題對話協商之研究與推動 甘辛南向怎麼是 啊 編那個能看嗎 一百五十萬 這部分是不是請陸委會來說明 如果需要的話 好不好 請陸委會來說明 所以這完全沒有跨部位整合 然後呢 就丟出一個 說這個是我們四十二億的計畫 對話就宣布了 四十二億計畫 我們要做了 新南向會很成功喔 我們有一個是 不能這樣呼嚨老百姓啦 你這是先射箭再畫把的做 不同意這個講法 你就是射了箭 然後來框預算 現在都預算是政府最厲害的事情 三百億的觀光經費也是這樣啊 對不對 我射了一支箭射出去 這是我要觀光業我要振興的 三百億射下去 來都預算 各不會給我拿預算出來 我想這個講法我也不能完全同意 如果是一個完整的政策的推動 照理講 你應該先有工作項目 這工作項目要花多少錢 你去把預算找出來 編出來 而不是我來畫一個目標 然後我跟你講 我預計這個應該要趕快來花個五十億 花個四十億 你們去把我的錢都攏起來 這不是這樣 我要這樣講其他計畫其實 類似的計畫 而且這裡面我們光看這個表 有太多都是新瓶裝舊舊 過去經濟部難道沒有在推南向的貿易嗎 難道沒有在做協助台商在地群聚的佈局嗎 難道沒有整合中小企業這一些花費嗎 其實都有 然後呢 農委會他沒有做海外行銷嗎 有 我自己的選區 我每一年幫他們爭取多少海外行銷的補助 難道不是從這裡的錢出去嗎 我會不知道嗎 然後你們用這個方式就來跟他講說 這是新南向政策 很了不起 應該跟這樣講啊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啦 亞洲四股啦 我們看下一個啦 這兩棵樹有哪裡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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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抄襲過去的 有沒有 有 就是說同人們 還是只有抄這一棵樹 圖像的內容 這個我沒有完全保證說 絕對是自己新創 但是我們的內容的部分 你們內容 你們都不講過去 只講現在說 這是新的喔 這叫亞洲矽谷喔 我們中間有多一個點喔 亞洲整個計畫當然是一個新的計畫 我只是對這個圖像 沒有特別去注意 院長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個計畫是從哪裡過來的 我們再看下一張 請問這兩張圖有沒有一樣 這兩份簡報到底哪裡不一樣 你告訴我 這只是在不同的主委時候做的報告啦 內容根本就抄來抄去啦 把那個 把那個 那個 那個形容詞啊 欸 都沒有換欸 主動列裁都沒有換欸 一個叫做放寬專業人士流淘 一個叫吸引國際人才 這是做文比賽 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確實有一些計畫 讓人家受不了 對啦 有些計畫是過去 比方說流財計畫就有了 不是有些啊 我再讓你看下一張啦 對 為了這個矽谷的計畫 你看這一張有沒有一樣 一樣是一個地球一個台灣 一個用 一個用箭頭 一個用循環 我實在搞不懂欸 如果這個是你們的旗艦計畫 你是不是應該是一個brand new 或者如果你要在既有的基礎上面 來調整也可以 你要講啊 你們要提啊 而不是對外講的 喔 這個完全是一個新的計畫欸 重來的欸 所以 院長 這樣子的計畫 你聽過嗎 亞洲矽谷的內容喔 裡面確實有人批評過 是不是跟過去計畫一樣喔 那我這個部分 我也去了解 其實他們有很多新增的計畫 並不是都是跟過去一樣 但是確實有過去很多 因為 這個部分喔 都是一些產業發展的方向 並不代表過去完全 我剛剛給你看了那三張投影片 的對照組 那投影片在我來看應該是 製作人 那個對照組就是 今年1月6號 行政院通過的 推動創新創業 帶動台灣產業轉型 的計畫 沒有錯吧 主委 是 跟那個委員報告 確實就是說 這工作的推動喔 過去已經在做的事情基礎 如果值得繼續的 我們不會完全放棄啦 所以也不要 這個部分 是不是你們在做計畫的時候 要講清楚吧 而不是講的 哇 這個好像是 完全一個新的 很了不起的計畫 跟過去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必要這樣 這個讓人家抓出來 只是讓你難看而已 好 我們再看 我講到預算 106年度總預算裡面的 重大計畫跟建設 我剛剛為什麼說 新政府有一個毛病 喜歡先講一個預算 一個總數講出來的 來喔 來拳喔 把那些相關部會裡面 跟他有關 跟他名稱有關的 都給他兜過來 弄成一個總預算 對外講說 你看喔 我創新產業計畫 462億耶 了不起耶 大家以為是新的耶 公共建設計畫 含流域治理的這些 兩千多億 食安經費 36億 其實很多都是之前在做的 新南向剛剛講的 從14月碰紅到42億 亞洲矽谷超過去的 或者不要講超啦 根本就是1月6號人家 通過的計畫嘛 改個名字嘛 變113億啦 這個講法 對不對 但是呢我必須要強調 政府是延續的啦 很多計畫一定會在 從過去到未來 一定有些是持續執行的 或者施政的方向 很多內容 但是啊 院長 要誠實啦 要誠實啦 不是 這是你的解讀問題嘛 我們並沒有說這個計畫 你們對外的宣佈跟講法 一個總預算 他自然就會做這份內 院長 你去看一下你們自己的新聞稿嘛 看你們的新聞稿都怎麼寫嘛 好不好 你有提到說政府是延續的嗎 有嗎 你問我當然要這樣 對不對 你本來就是事實就是認識 所以我們把這些問題挑出來 我要告訴院長 你們確實是有些新的 很多東西其實新瓶裝 舊久沒有什麼新意啦 也不能說都是跟舊的一樣啦 不可能的啦 那個90%可能是舊的 10%可能是新的 不過這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能夠具體實踐 去把成果做出來 我也跟你肯定 可是我剛剛講新南向 你喊了110天 甚至在選前 然後選後的交接 過了三個月了 過了三四個月了 坦白講 我看不到什麼具體的成效啦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剛剛都是計劃跟重大計劃經費的問題 我現在想請教一下院長 這也是在你的施政滿意度裡面 被批評的最多的 都沒有關係 國家安全 其實被批評的非常多 在你的不滿意當中比例最高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當然這也不完全是外交部的問題 因為外交跟很多事情都有關 因為外交跟很多事情都有關 我先請教一下院長 請問我們120個外館 現在有沒有要砍 有沒有要砍 我們要請外交部來說明 我們不了解 目前我們是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這個規劃呢 甚至還在我的桌子上 我想在最近我會做個決定 好 那個部長 我先講 我佩服你的勇氣 我也在合理上面 我支持應該整病 可是 在今天的晚報的報導當中 居然有行政院的高 不是行政院 政府高層 他匿名 說 外館砍三十個都沒有問題 這是專業人士講的嗎 這是哪一位政府高層講 砍三十個都沒有問題 我以為是三四個 你們現在在檢討大概五六個吧 我想我們一定是 但是 因為我也是前天才從國外回來 我出國的目的之一的 很多很多的目的中研 一個呢就是要了解 我們要採解外館的確 這個外館的這個工作的績效如何 所以我也實地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很快會做個機會 所以 部長 現在你們在檢討的有超過十個嗎 不到這個數目 不到這個數目嘛 我希望是合理的整病 對 把資源用在刀口上 我們的外交資源非常有限 對 所以你願意做這件事情 本席給你肯定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整理或者整病出來的結果 是對我們整體的外交戰力有加分的 這個我想這個 我一定會跟您做個詳細的簡報 另外我請教一下 這個院長跟部長 我們都知道外交 對台灣的處境 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好過啦 也不會因為你結院長好過 甚至你結院長 這段時間 我覺得你也很不好過 馬上要召開的I care 也很多人問啦 到底去得了去不了 目前我們是樂觀的 部長非常樂觀是不是 我們是樂觀 部長你講樂觀的時候 我就要跟你講 你要有最壞的打算 當然有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你們有準備嗎 Worst the worst scenario 有吧 如果沒有的話 我拜託你 院長 你要督促部長去做這個事情 我記得當初 南海事件的時候 我在委員會 質詢 我就說你們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打算我要跟他講 就是包括我們的太平島 被人家宣告為教 我們的官員給我回答說 有啊有啊有啊 我們有準備啊 結果出來了 是最壞的scenario 這不能過度樂觀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新政府現在的政策 外交主軸 這個主軸線是偏向美日的 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得到 這是新政府的選擇 我也沒有辦法 可是當你做這樣的選擇 我也必須告訴你風險在哪裡 不是你想像的那麼樂觀 否則的話 太平島的事件不會發生 所以我也很難講說 I care的事情 I care的事情 最後會不會最糟的狀況發生 南海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喔 我剛剛跟你講 歐巴馬已經講 南海仲裁有拘束力喔 未來繼續咬著台灣喔 衝之鳥叫的事情 日本還沒跟我們談喔 部長 院長 你們當初都講喔 7月28號要談喔 到現在 連個影都沒有 那你怎麼交代 你對漁民也好 對國人也好 請問什麼時候要談台日的 這一個 你所謂的海洋事務對話會議 事實上這個海洋事務的對話 這個最近還進行過 只是沒有正式的坐下來談 所以已經談好 只是沒有正式坐下來 沒有談好 還沒談好 意見交換中 意見交換中 沒有結論 好 我希望你們趕快 為什麼我這樣講 我們已經嗅到很多不尋常的味道了 你像 這一個部分 他給我們延遲了對不對 未安復的事情 他撥款十億日元給很難喊 對我們講什麼話 我們誠實面對 就這樣 這是日本對我們的態度耶 所以院長我再次提醒 這部分 做最壞的打算 謝謝姜維指教 我想 對於這些 您剛剛所提到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我們必須要嚴肅去面對 而且會做最審慎的考量 好 我最後 我想時間也不多 我問你一個問題 一千萬的觀光客 能不能保證 敢不敢承諾 這是馬政府時代 努力到後來 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是一千萬 對不對 在你任內 你能不能承諾 我不管他從哪裡來 喜不喜歡路客 每個人去決定 我也尊重 可是從台灣的產業 跟觀光來講 我們需要這一千萬的觀光客 院長你同意吧 院長你同意吧 我們會吸引這些 不只是希望觀光客增加 同時希望觀光客 你承諾啦 那麼有關的 您講的目標 我請加入部來說明好嗎 可以吧 過去的政府做得到 這一個號稱 比過去政府更棒的新政府 做不到嗎 欸 GOTS拿出來好不好 一千萬的數字 看最近我們在 團客跟自由行這邊的一些變化 但是一千萬觀光客 很難嗎 台灣的產值 我們決定一定還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維持 過去一千萬的時候的產值 我沒有說數量 我是說 我們產業的產值 那個產值是多少 產值我們 我們還是會希望 潮不低於過去的關係 好 謝謝 謝謝 報告院會我們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施政報告諮詢 現在休息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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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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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